6月7日,纽约联储的几位资深经济学家在联储网站上的专栏中撰文并直言不讳对美元发出了警告 他们称,美国每隔几年出现反复对质的债务上限危机,已经对美元和美债产生了深远的破坏 虽然美元仍在全球商品和外汇交易中占据着绝对地位,但这并非不可改变 这表示现在离美元印钞机最近的人也公开承认美元有了危机,出乎市场意料之外 无独有偶,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塔克也在6月3日发表的报告中做出类似的评论 他将最近出现的一些重要性的去美元化事件记录为美元的转折点,并警告称 美元不会成为国王,将无法长期维持其货币强权 因最近全球央行加速清算美债至换黄金以及几个中东产油大国的去美元化趋势值得关注 曾经成功预测美国次贷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努里尔·卢比尼 也在6月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美国债务上限协议通过后 紧随而来的信贷紧缩风暴和即将到来更大的一次美国银行业危机将更加可怕 更会让全世界对美国偿还巨额债务的能力开始失去信心 这样的结果会加快全球各国去美元化的进程 对此,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在6月5日发表的报告中表示 十多年以来,货币分析师们一直在寻找全球储备货币重置迹象 这将削弱美元的角色 而从货币历史和市场数据来看 这个全球最大的美元债务泡沫终将会被黄金所刺穿 进而影响到美元战略地位 这一点,从全球多个货币当局减持美债和增持实物黄金的力度上就可以说明问题 正在这个接骨眼时刻,出现一件让市场感到意外的事情 全球领先的研究机构The McGill International在6月5日更新发表的报告中表示 在全球金融秩序重构的情况下 建议被美国制裁的产油国家可以发行锚定战略资源支持的全球数字储备货币已绕开 美元中心化,甚至建议沙特、伊朗、伊拉克、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国可以将部分石油收入兑换成黄金储备 就像全球央行抛美债制换黄金的举措那样 以支持建立一个锚定黄金的全球数字储备货币系统的前景 作为对冲美元敞口的一部分 据世界黄金协会在6月3日公布的报告也表明中东产油国们正在积极囤积黄金 报告表明,包括沙特、伊朗、卡塔尔、伊拉克、阿联酋等在内的中东国家是去年最活跃的黄金买家之一 均显著增加了黄金储备 以进一步降低美元敞口风险 特别是,目前,沙特央行也正在对锚定黄金的数字货币的跨境结算功能正在进行研究的背景下 据美国金融网站林对冲在6月1日报道称 就在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石油美元的替代品石油欧元 和欧洲多国将存在美国的黄金提前运回国之际 作为美国最大债主国的日本也积极跟进 不但通过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再加速清算美债 而且还计划在和伊朗的石油交易领域中去美元化 以控制该国高企的通胀率 因此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产油国和石油交易国正在敲响石油美元桑中的环境下 美元货币地位被重置的进程料将会加速开始 叠加美国历史性的债务违约可能会再次到来的背景下 这无疑会直接削弱美元收割全球市场铸币税的能力 更会加快将这个建立在美国庞氏片局纸牌屋上的石油美元推到了溃败的边缘 对此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 在6月5日更新发表的报告中认为 美元滥用其主导地位破坏了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 而中国正在引领去美元化趋势 比如 我们注意到 在过去的几周里 从巴西到沙特和伊拉克 从阿根廷至印度 从法国再到泰国和马来西亚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摆脱美元 选择人民币交易 而在数周前 美国财长耶伦也表示 中俄正在开发一个希望不涉及使用美元的替代品系统 对此 埃隆 马斯克回答说 美国的货币政策太严厉了 让各国想要抛弃美元 而最近美国银行业倒闭和反复的债务上限僵局 更是引发了全球各国对其亦受破坏性金融危机 影响的质疑 那么 美元在外汇和大宗商品中的定价权和结算权 也会被同时削弱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又出现一个让市场意外的新消息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6月4日接受一家美国智库采访时直言不讳的表示 在日益增长的去美元化浪潮中 全球商贸和货币格局正在转变 新的商贸联盟已经出现 尽管这些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元会很快失去其垄断地位 但美元的主要储备地位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 因为越来越多国家正在抛弃或远离美元采取各种形式的去美元化策略 而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也对美元的历史性危机发出警告出乎市场的意料之外 目前 欧洲央行 日本 英国 瑞士 加拿大 瑞典 以及国际清算银行也已经共同组成了一个数字货币开发小组以绕开美元中心化 更是超出美国财政部的预料之外 近年来 沙特 伊朗和阿联酋这三个中东主要产油国家也希望能加入到金砖国家 且沙特已经在今年3月份批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这表明沙特正在转向中国 并将为沙特进行石油贸易时选择非美元打下基础 彰显风向标作用 并将会进一步减少全球能源市场对美元的依赖 这在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取得大和解的背景下 更会加快中东产油国 在部分商品交易领域中去美元化的进程 很明显 沙特一直在积极释放向东寻找朋友的信号 这是一个战略举措 这在美国多个经济盟友也在美债和商品交易结算领域 扛起去美元化大旗 叠加目前 中国与沙特 伊朗和伊拉克等主要产油国的合作关系 正在加强的背景下 更是引发了石油人民币取代石油美元的猜测 这些均表明去美元化正在加速 并将会直接影响到美国财政部救助自己处在岌岌可危境况中的债务能力 而以上这些发生在全球石油和黄金市场 数字货币以及石油货币领域中的新消息 似乎表明主导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以石油美元美债 为闭环基础的石油美元体系已经出现问题 再结合持有海外美元最多的欧洲 日本以及石油美元的缔约方沙特也正在掀起去美元化的背景下 这表明 没有美元就没有石油这个全球石油交易的潜规则已经被打破 那么 目前全球日益增长的数字货币发展趋势 再结合黄金的天然货币属性 可能会支持一个平行于美元的新全球货币秩序的出现 这可能标志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 而这对石油美元体系来说可能就是下一个珍珠港事件 更意味着敲响了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美债丧中 这在美国财政部即将发行万亿新美债 使得美国市场信贷紧缩加剧 急需全球债权人为其买单的背景下将变得更加明确 正在这个全球努力去美元化 以寻求美元替代方案的接骨眼时刻 一条不被美国主流财经媒体所重视的新消息 似乎表明美元在重新回归金本位的路上 正迈出了重要一步 美国终于大胆紧急提出退回到金本位的方案 出乎华尔街的预料之外 美国佐治亚州国会众议员马乔里 泰勒 格林在6月6日再次大胆地向美联储提交了一份草案 呼吁当许多国家正在发展锚定黄金的数字货币时 美国应尽快回归金本位 使黄金成为决定美元价值的法定货币 这很明显将会被视为对现有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明显警告 及对美元的不信任趋势在蔓延 他在草案中提到 美国实行金本位的时期并没有造成大萧条 但现在随着美国面临通胀和银行倒闭的双重威胁 美联储却正在引爆美国的金融债务危机 紧接着 季格林后 亚利克斯 穆尼 安迪 比格斯 和保罗 哥萨尔这三名美国国会议员也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关键的金本位恢复提案 以推动美国恢复到金本位 解决美国通胀问题 抑制浪费和低效率的增长 并开启一个令人兴奋的美国繁荣新时代 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控制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 美元的发行规模与价值应该重新与黄金储备量挂钩 并将黄金的价值重新注入到美元 将其决定权交还给美国市场 而不是离美元印钞机最近的人来决定美元的数量 穆尼在声明中说 金本位将防止美国不负责任的消费习惯和凭空创造美元 以挽回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主导的美元 对目前稳健货币系统造成损害后的信誉损失 穆尼在方案中提到 HR2435通过后 美国财政部及其黄金储备支持的联邦储备银行 作为担保人 可以向全球回收用黄金重新定价的美元 也允许美元持有者可以完全兑换成黄金 并与美国交换 同时 财政部和美联储应每两年公开披露 所有其所持有的黄金总量和美元兑换成黄金的交易量 之后 这些美元将以当时的黄金价格重新计入其价值 这些美元兑换成黄金的交易